其实我们要看最近这些年来 人民币的总的一个大的趋势 它是贬值的 在将近三年前 也就是2015年的8月11号 也是有比较大的贬值 那次贬值的幅度差不多是2% 那么那个时候呢 当时也是有很多人评论说 到底出现了什么异常 其实这个跟一个是中国实体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内在结构啊 它的这个实际的运行状况有关系 还有呢跟这个外汇储备 以及这个人民币在国内的 这个币值表现有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的现在就是说 经过所谓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十来年时间了 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仍然没有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那我们知道2005年7月21号 当时中国是正式宣布 要形成一个新的汇率形成机制 也就是说允许人民币 在一定的幅度里面上下波动 那么当时我就连续写了几篇文章 我说人民币升值时不我待 我觉得那个时机呢 是当中国经济的总体是向上 那个时候呢 抓紧时机让人民币升值 但是后来呢 他们延缓了很久 到后来他想升值的时候 那个时机呢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已经不是升值的问题了 而是贬值 就是中国经济年年呢 在走下坡路 整个的这个投资环境 还有这个金融体系内部的 这个问题不断 金融风险聚集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地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币一个中长期的趋势 非常确定的就是贬值 这不是说中共 为了打这场贸易战 才有意让人民币贬值 他这个呢 现在可能也是敢巧了 碰上这样一个时机 说起来好像是有 应对方面的好处 但实际上他人民币这个贬值 是由他的自身的 整个中国经济的状况 这些内在的原因所决定 嗯哼